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 感觉这个人挺好的 挺实在的 长得也蛮帅的 对我也挺好的 我感觉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 觉得她很漂亮 也很温柔 我觉得她就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 在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中 她一次次的欺骗我 对我伤害很大 我无法原谅她 我打过电话 也发过信息 也上门找过她 但是她从来没有理睬过我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她复婚 怕她再次的伤害我 真的很迷茫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当一个人被欺骗之后 她会选择 相信那个欺骗她的人物 大概对于这一对来说 这是他们要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难题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杨 32岁来自黑龙江 私营业主 女嘉宾小薇 32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也是私营业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跟这个舞台上其他的嘉宾不太一样 他们是曾经的夫妻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我俩认识是挺简单的 就是江鹏介入认识的 感觉这个人还挺好的 后来呢 就是我这个人吧 也挺实在的 就是由于他弟弟没有工作当时 没有工作我就热心肠 帮他弟弟介入工作 卖手机 当时我们家里的人呢 也非常感谢他 是 你们家里人都挺感激我了 但是你弟弟怎么感激的我呀 反过来的弟弟把店里手机 偷出40部给人卖了 可是卖老板不在找我吗 之后 我这托朋友啥的 可要把这事给解决了 那是他做的 也不是我们家里做的 那是不是你亲弟弟啊 这件事我们家里都也非常感谢你啊 一直催促着咱们结婚 等于你弟弟涉嫌了刑事犯罪 是因为你前妻 他做了一些工作 才没有让你的弟弟负刑责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你一家人就感激他 对 然后你就娶了人家 也不是说因为这个感激 也是 不对 我得打断一下主持人 我不是他前妻 我还没有跟你说完呢 他那些破事 之前我已经跟你承认过 我说我离过婚呢 是 离过婚我当然知道了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俩真是结婚 没过几天幸福日子 有一天吧 就是一个女的 突然间就上我家了 开门又要什么孩子抚养费 还有精神损失费 我就行的 我也不是他妈 从我要什么抚养费 又什么精神损失费的 后来了才知道了 那是他前妻 我们离婚时候孩子非常小 当时我也不太成熟 然后 我跟他也没什么感情 然后一直在我前妻那抚养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俩挺幸福的 说出来怕影响 我们俩幸福 然后我就 你怕影响 当时离婚我倒知道了 但是人家家有孩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这不是欺骗我吗 当时不是欺骗 当时就是 没想和你说嘛 然后呢 就因为这事 我跟你说 我俩吵了多少次 你知道吗 动手打我 给我打啥呀 给我打耳膜穿孔 那你说你说 你说因为这件事 你天天天天天这么磨叽 谁能磨叽 然后你把被子给我撇歪 我当时不也是一时冲动吗 一时冲动 你要再冲动点 我命现在就没了 今天不能站在这舞台上了 那我知道后悔了 我 你们俩就是因为这个离的婚是吗 还有 这算个啥事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就傻嘛 他给我道歉 后来我也行的了 你说我也不能说 因为这事不贵 他那时候生意不好 没有钱你知道吧 我又舔了脸 回我娘家 我爸妈都躲在岁上了 我上我妈那拿一万回钱 把他一年的抚养费给了 之后多元给他 多付着 好一千回钱 知道吗 那当时我不说 我现在生意不好 等我那个生意好一点 我把这钱全部还回去嘛 是跟我保证的 我没说我这人就傻嘛 没过多长时间 又有个女的少女的 跳门 你这要啥嘛 看完从我要分房子去 哎呀我就行的又抚养费的 又进人随时费 又分房子 是同一个女性吗 不是同一个女人 又是一个女人 我都不知道这女人是哪来的 后来才知道你知道 是的第二人 又又一个妻子 你说她不又骗我吗 那我跟她在一起 只生活了半年嘛 当时不是有原因嘛 当时单位要分一个 那个福利房嘛 然后那个福利房 是要有结婚证的 我们俩呢 当时聊天聊得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 和她说了 她当时就说的 愿意和我结婚 为了分到那套房子嘛 然后就很快的 就结婚了 骗房子 看看着 为了房子跟人结婚 那你说你跟我结婚 又为了付钱啥呀 我也没想到说 骗房子我和她结婚呢 然后我不也想好好的嘛 那最后 后来不是她出轨吗 这个女的来干嘛 这个女的 这不就要跟她分房吗 就要分钱吗 只要当时她来咋说的 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这由于 我自己也有生意 我也没时间 顾她这些破事 因为她给我整的一次 真的挺伤心的 我就马上顾我的生意 有一天我朋友 打电话说 喂呀 那个老公跟一个 那个女的在商场里 逛商场 我说不能嘛 她都跟我保证过了 她也不能啊 我就没相信 后来我越想越不对 那这不是你误会吗 原来那女的是 原单位的一个同事 她老公要过生日 她老公的身材 跟我是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想给她老公 一个惊喜 她说你帮我来 试试衣服吗 就这么简单吗 你是模特啊 找很试衣服 她没找别人家拿着呢 当时不也是闲着嘛 闲着呢 闲着你不能在家 那不能帮我忙吗 你为啥陪人家逛街 人都陪我逛街呢 那你不忙吗 我忙 我忙就得跟人去逛街啊 那不是帮忙吗 那么不要脸 你打一次次的 就因为这个离得婚是吧 这算啥呀 就这个事我又原谅她了 你就说我都傻啥样嘛 没隔多久 你知道吗 又有个男的 指着我鼻子 就近点就骂我 老公勾引我老婆 怎么怎么地的啊 当时我就崩溃了 谁勾引她老婆了 那不是她想的多吗 我们只不就是聊聊天嘛 聊聊当时生意 也不是很好 挺闹心的嘛 然后就聊聊生意的事外嘛 是那个图示吗 不是 看不看见就这样难的 当时生意不好事 可以理解 你消息的吧 一次次整这些事 你自己的那么不要脸 还直接来整 你跟人媳妇聊什么天 不跟你媳妇聊天 找你干什么 再不找别人 那我们也没聊别的 你别聊别的 聊了生意怎么失败 挺痛苦的嘛 挺痛苦 挺痛苦死了得了 在活着干啥呀 挺痛苦 你还觉得痛苦啊 就因为这个 你就实在受不了了 是吧 哎呦我天哪 你都 就这一年 你说我越想 我没说越憋屈 就这一年当中 你知道他吗 从来没有买过啥 什么节日都没送过什么 等我过生日当天 那时候 我说 买树玫瑰花呗 是不是 你浪漫一下呗 你说人 你说啥 哎呀买啥 两三百块钱 买了两千 买了 你也不冷了 白瞎了 我说那你抽烟呢 你抽烟 鼻子一毛眼没了 那你喝酒喝多 也吐出去 对不对 那我抽烟喝酒 不是正常规律吗 本来就是很浪费这个东西 女人浪漫还是正常规律呢 那我没对 你问他呀 你家你有几个不爱玫瑰花的 你问他吗 那我没对 我没对你好过吗 那你买衣服 买吃的 买鞋 我抠过吗 哎呦 你是对我好 我这一点我得承认 确实是对我好 我看一下啊 你就是因为没买玫瑰花 决定跟他离的婚是吗 这么多个事 你说我这一想 我俩这一年 没有一个 没事老瞎想 我瞎想 你要好好的 我能瞎想吗 我问问你啊 一次次这样 也就我这二女人吧 那跟你今天来的 这一回跟大家伙说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知不知道 别人咋像我呀 然后就又离了婚了 对 谁提的 我提的 当时你觉得我什么样吗 我现在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自己了 那离完之后 你干嘛今天还来呢 我特好奇 我今天来 其实吧 这半年来的吧 我自己也想开了好多 自己也这么大年龄了 又不是二人 都是小姑娘 睡吧 我又现在别人父母跟着操心了 再一个他呢 对我家老人什么的 后来亲亲 贼都跳步不好了 你知道不 但是他对我吧 怎么说呢 是 他就是说 第一次离婚我知道 因为我来认识的时候 就知道他离过婚 第二次我不知道他骗我 但是他后来一解 这我也能理解 说你为了分房 对吧 就是说正常女人 说想开了也能理解吧 后来呢 我一直呢 他一个微信上 那都是网络的 也不能有什么 就是说 以后改了 我已经好好的呗 是不是啊 毕竟人对我还行 但是呢 后来一想 总体来说嘛 就是说感觉 我跟他的感觉 还是就是跟别人 在别人身上找不到嘛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对你挺体贴 嗯 也温柔 对 虽然动过手 虽然欺骗过你 动过手 其实我也得承认 我自己错误 当时吧 就是说我也挺磨叽 因为哪个女人吧 就这件事 遇到这个事 他也不可能说 装作没发生什么事的吧 不着急不着急啊 今年这个资料上面 说今年32岁是吧 对 害怕嫁不出去了 并不是害怕嫁不出去 因为左一家右一家的 也挺难的 现在这个社会难的 哪有 说实在 说没有好人吧 好像男嘉宾都得说我 但是说 遇上一个对心情的吧 可心的 对心情 你跟他对心情是吧 对 也就是说 这男人干了很多坏事 你也想明白了 那你又想跟他 但是又不敢 所以你今天来的是吧 对 家里人对这段婚 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爸妈一直 对他印象挺好的 那你父母知道 他的过往 就是这些事吗 不知道 知道你们俩动手吗 不知道 那你有跟你父母说过吗 没有说过 依你对你父母的了解 当你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父母的时候 你父母还支持你跟他复婚吗 那肯定不会同意的 你没敢跟老人说 今天来 我也并不是说 想马上跟他复婚 我也只是在 看看他以后的表现 就你想考察他 对 离婚半年对吧 对 这半年当中 我也改变了很多 不是你改变了什么 聊天的软件我已经删除了 生意也有点起色了 然后第二任 一事呢 对 然后很快就能处理 这很快处理是指什么意思 现在生意在这半年中有点好转了 然后很快就能把这部分钱给他了 就给人家了 对 那那个找到你们家的那个女性的 他丈夫不会再来找你了 那个根本就是什么事都没有 你介意他打你吗 我俩就那一次他动手打我了 而且也是冲动的情况下 就是平时他 我俩之间也没有说他动手打过我 也就是说他做的种种 有些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事 在你看来 因为你跟他很对眼 所以你还能包容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好了 印了那句话 金花配银花 西葫芦配南瓜 这事怎么办 老师们给分析分析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这肯定是个暖男 他体贴 关心 绝大多数情况下脾气好 唯一的悲哀就是 他是个中央空调 不仅暖身边的这一个女人 他几乎可以暖到 他身边遇到过的每一个女人 然后之前该坦白的时候没坦白 该真诚的时候没真诚 我想问男嘉宾 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生一男的时候 跟人家的媳妇就聊上了微信QQ 对吧 你到底在找寻一种什么呢 就是 他也挺强势的 总好磨叽 然后我也是 觉得有些话 和他说不出来吧 他的这个缺点 得两人一起改 癥结在哪 其实在你们日常的交流方式当中 我最初听到他 把一个女性 把自己的老婆打到耳末穿孔 我觉得这样的男人 如果有家庭暴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不能原谅 不能原谅的 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对 但说实话 当我看完了他们的这种沟通方式的时候 我突然有点理解这件事情 这位女性的交流方式真的是高射机枪模式 只要情绪上来了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正面表达 全部是负面情绪 这位男士他又不善言辞 他憋着憋着憋着 过了那个罚职之后 变成了手上的动作 所以给这位女士有一个小提醒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呢 控制情绪 很多时候情绪上来了 那些话你不说不行 憋三秒 冷一冷试试看 第二呢 学会一下表扬自己的丈夫 很多时候他为什么要出去 是不是跟人家发个微信啥的呢 他在生活中缺点东西 他只能在外边去找 缺一份肯定感 缺一份价值感 控制情绪 学会表扬 那对于这个男士而言 就一定当断则断 绝不拖泥带水 两边稍稍都退一步 这是个很温馨的家庭 我觉得他一定还会再出轨 管你删了多少聊天软件 你会一一地装回来 我不相信你去找别人 仅仅因为你精神上 有压力无处排解 我认为你还有猎奇 喜欢新鲜的心理在做惯 而且你从来都不懂得责任 那个孩子 即使是新生儿 你却从来不认可他们的存在 可见你作为父亲 作为丈夫 一定都是不称职的 而你可以一忍再忍 女人们通常都不能忍的两件事 一是挨打 二是劈腿 如果你觉得可以一忍再忍的话 恭喜你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你们回家就动武去吧 然后跟邻居说一声 打得不行 嗷嗷叫的时候 记得报警 别出人命 太灰色了 这还叫黑啊 这个女生的优点是 抗击打能力强 她的缺点是 抗击打能力太强 当她跟这个 她说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她脸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种暧昧的神采 和刚才高涉其将的说 你不要脸 你不要脸的时候 判若两人 她突然之间好像回忆起了一丝暧昧的美好 我不知道你抗打击能力为什么这么强 莫名其妙的当地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小薇之前我知道我错了 是觉得她那个离婚的点特别奇異 你知道吗 最后是因为没有买玫瑰而离得婚 而那么多大是大非的时候 她居然都忍受和忍耐了 所以我们要说 当一个人丧失了对是非判断的时候 其实是挺可悲的 因为她的人生是她自己造成的一个悲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那图老师最后一口气就咽了 走吧 走了我就毒了 我跟你说我看我也气 这显得你这人特物质你知道吗 哪个女人补物质 你错了 你错了 那不对 以后还想收礼物就出来吧老婆 爱你 那摸摸的你自己摸摸的去吧 送了个镯子是吧 怎么着 你是还要那套程序呢 还是如你节目里面所说的那一套话说 我不是说今天就跟她了 我只是给她一个机会 我就是那么想的 其实以后 就是只给一个机会是吧 我现在也不是说就原谅她了 我想看她以后表现 还是看表现 对 我们这个舞台上也经常有 就是女嘉宾只是给男嘉宾看表现 所以女嘉宾会说出来说 这个求婚的仪式我就不要了 这个抽奖的我也就不抽了 等我们俩真好的时候 我们再来补 是这意思是吧 我还真理解你 就说今天这些都不要了 对吧 等你们俩真的好了 你发现她改了 我一定补给你好吗 好的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这边走 祝你们幸福